再跟大家打氣 就算你考不中文貧士 絕對不可以氣餒 因為你做了最大的本錢是什麼呢 你有青春和時間 第一 第二 你做了本錢 你做得到是贏人的 真實就行了 不要像現在的官那樣擠牙膏 你對自己真實 對你工作真實 揹了鑊告訴老闆 怎樣揹鑊 因為你那個真實很值錢的 現在我們知道有些公司 有些現金交收 很難找到人信 他只信你的真實 給那三幾萬元的工資很失碎 就算中三都給你 不要說中國不一樣 現在最難找的是真實的人 信一個 譬如有三幾十萬元 有時候經常被交收 就信一個 所以年輕人最重要 不要浪費自己的光陰 不要破壞了自己的真實本錢 以前 以前叫老實 即是老實 那有些老實 老到實了 那你那種就很厲害 那種很厲害 但如果你出來處世做生意 交朋友 你沒有了那個誠信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金飯碗打爛了 你的誠信就是金飯碗來的 所以你一個人給生意做 就是富貴 好 好 谢谢观看